特别的小薰 不好说 对 又是一个客串 你看男子比赛心里还要悬着 对 封地式的防守 进入到龙边 想拿木村 小薰可能会做一个兼顾 肩膀的一个锁 木村锁 还好应该林和清双手再搭扣搭到一起 搭住了 搭住了 两只手搭在一起 而且杨诚库华这个双手的位置也没有到位 自林和清的左手不要被对手抽出来 如果林和清刚刚还在处在上位的话 其实杨诚库华那个位置做的已经不错了 是的 再深入一点的话可能确实可有效果 我看一下 现在因为两个人纠缠得比较紧 现在我们看不清 这个方面当中看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是杨诚库华 还是拿着不太紧的 还是拿着不太紧的 没有松开 对 应该是问题不太大 因为我看杨诚库华拿到林和清的手指 对 这个女子比赛我看 刚刚场下的 好 哎 林和清这个位置 对方现在是双脚已经 是锁住了她的身体 这个又是一个齐秤的一个位置 这个变过来 对 对 林和清翻过来 但是肩还是没有 还是被没有完全的摆脱 没有 很危险啊很危险 任性 现在为止表现的还不错 哇 这个 如果他仅仅是抓住了林和清的手套和手指 拳刀的 他在锁住拳套而不是走 对 摆脱了 金面吹击 连续吹击 这个位置不错 小心啊 小心对方做做 做三角 对方的这种肩膀控制很好 走走 当着 这是财问吧 政治比赛了 我们看一下 哎呦 这个他这个手臂终于是撤出来了 你真心 真是不错 连续的地面锤击 就是连续的锤击 连续的锤击 对 可以终止了 拍了拍了拍了 杨证科娃的右手确实拍了 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 没问题 真是一个不一样的林妹妹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的裁定 红方选手在第一回合3分45秒 地面砸击KO获胜 还有一个选择 对 1.GNP 1.GNP